要来聚焦的是前日本首相森喜朗 他也率团访问台湾 向前总统李登辉的逝世表达哀悼之意 而且他跟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一样 都是采取外交泡泡形式 搭粘机来到台湾之后不需要隔离 先前往总统府由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 而森喜朗他还带来了 从日本买过来的是一个封面印有蔡总统画像的漫画 做伴手礼 紧接着他就来到了台北宾馆调宴李前总统 整个访问团待在台湾的时间只有短短四小时 随即搭机返回日本 总统蔡英文接见日本代表团 双方口罩戴好拱手不握手防疫做到位 志方为首的前首相森喜朗 更准备了伴手礼要送给总统 前几天我上了日本漫画杂志的封面 这也让我觉得蛮意外 因为李前总统跟各位共同的努力 大幅的提升 不论是彼此复访的观光人数 或者是国民之间的好感度 森前首相带来的就是封面印有蔡总统画像的漫画 产地直送超有诚意 而这回代表团搭乘专机来台 周日下午两点半飞抵中山机场 同样专车接送到总统府 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命 要来向李前总统表追思之意 由于李前总统生前致力促进台日关系 这回日方由前首相率团 跨党派国会议员都特别来台致意 而代表团致哀时间特别和一般民众错开 维持外交泡泡防护性 接着直接搭专机返回日本 短短四小时旋风访台行程 却十足展现台日关系友好 在台北材料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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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